为什么法拉利Mondial被称为最烂的法拉利 法拉利曾推出过不少经典车型 比如法拉利F40 法拉利N佐 法拉利Tesrosa等 要说最差的法拉利是哪一款 很多人首先想到了法拉利Mondial 此款车产于1980年到1993年间 这款车曾被全球汽车媒体一致评为最烂的法拉利 没有之一 之所以有这个称号 主要源于这款车的动力 1980年 为了替代308GT4 法拉利委托Panifarina设计了一款全新的入门技跑车 法拉利希望这款车要拥有强大的性能 还要兼顾日常使用 由于当时法拉利的经营状况不佳 导致研发经费有限 最终只能在老旧的法拉利308GT4平台进行开发 因为考虑到兼顾日常使用 所以这款车变成了四座跑车 早期的Mondial搭载和308GT4相同的3.0升V8发动机 最大马力214匹 最大扭矩243牛米 根据美国汽车杂志Car Driver的实测 百公里加速为9.3秒 比自家的老款法拉利308GT4还要慢 其性能被同时期的保时捷911按在地上摩擦 虽说后期的改款车型扩大了气缸 动力也有所提升 但是相较于法拉利Tesrosa和法拉利F40等车型 法拉利Mondial的性能依旧是垫底的存在 时至今日 提到最差的法拉利 依旧非法拉利Mondial莫属 这款车在国内屈之可数 之前武汉有一辆 早在十几年前被人遗弃了 后来挪动过几次 如今的现状是个谜团 记得点赞关注哦